詞窞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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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把它視為 這每一條的光線 都是一個平行的光線的部分 換句話說 我如果把這一點 把它放大來看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說 我这个slit在这一个点跟下一个点出去的光层差 其实就是这一个差异值是这一块 那这个data的话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讲的 那data到底是多少呢 data的值 我们可以把在这里面的每一个小的点都叫做y值好了 那你就把它视为这个宽度是y 那这里面有n个sauce 那这个y呢 这data就是等于y的ceta角 就是sine ceta角的部分 那这个是ceta角 所以你这个就是 这个是ceta 等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beta是y的sine ceta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beta是y的sine ceta 那这个光层差是y的sine ceta 它相当于是多少的相位角呢 那就是data除以lambda 就等于它的相位角 就等于它的相位角 这个相位角 然后乘上除以2pi 所以by的值呢 其实就是等于2pi y的sine ceta 然后除以lambda 这是你的相位角 那每一个y值不同的时候 当然它的这个相位角的话呢 是会跟着变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里 这一小块 当成是有n个sauce的部分 那每一个sauce 它基本上是 它的电场 一样 随着y的变化的话呢 它都是10 然后sine的 我们把t 再加上它的相位角的部分 那这个相位角 就是等于 2pi y sine ceta 除以lambda 那你说y是从哪里到哪里呢 我把这一段放开来 那这个y是从0 一直到a的情况 ok 所以我们说 基本上面 我们要把所有的光 到屏幕的把它 电场加起来的话 那就是你要把它 这个 这个 dy啊 全部把它加总起来 就是你的 dy的部分 也就是total 啦 total的电场的部分 ok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实际上是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从什么 从这里 g到这里 另外一个部分是从这边 g到这边 所以 一个部分是从0g到a 的d1y 这个y子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从hg到h加a 就是两个部分 你要把它全部把它叠加起来 那你叠加起来的部分 我们说 我们说 每一个 啊 10 1n 的部分 那我把它叠加起来 就是sign的 我叠加上 2πy sign c t除以lambda d1 这是从0g到a的部分 另外一块是从hg到h加a的部分 也是乏英的 Omega t 加上 2 帕 y 帕 所以你把 那我说 Total 的电场的部分 因为你现在 如果最大值是 1m 的话 那你每 你这边已经把它分成 两个步 所以我们说 这边其实要除上 2a 的部分 因为你已经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那换句话说 你在做这个积分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很简单的 一个数学而已了 那 第一个部分你把它 这个计算出来的话 lambda 除以 2pi sine theta 提出来 然后sine 的部分积分就变成cos 我们要把它提加上 2pi y sine theta lambda kosine omega t 加上 lambda 2pi y sin theta 这是从 h g 到 h 加 lambda 这两项 你要把它合并起来 那合并起来的时候的话 我们看一下 1n 除以 2n cos 这边有一个负号 cos 是等于 负sine sine sine 积分的话是负cos 所以这边有一个负号 然后 然后 这里面的 2pi sine theta lambda 把它提出来 那你把cos 跟cos 这两项把它合并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 这是cos 的 omega t 减 2pi a sin theta over lambda 然后 零带去积分cos 的 omega t 那这一项呢 是等于 cos的 omega t 加上 2pi h 加 a sin theta over lambda 减掉 减掉cos的 omega t 加上 2pi h sine theta sine theta over lambda ok 那 这个就很简单了 我们用 cos a 减 cos b 就等于 负2倍的sine 2分子a 加 b 然后 sine 2分子a 减 b 你把它合并一下 ok ok 那 这个项 跟 这个项 合并 这个项 跟这个项 合并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符号已经把它消掉了 那这个就变成是 a en 2pi sine theta lambda 然后 这个跟这个合并 一加 omega t 的两倍 所以 会有一项是 lambda pi a sine theta 跑出来 然后另外一项呢 就是sine的 omega t 加lambda pi a sine theta 再加上sine的 omega t 加上lambda pi 2h 加a的 其实这是简单的数学而已 那 这两项再合并 那这两项合并的话 就是变成sine a 加sine b 就变成是 2倍的sine 2分子a 加b cos 2分子a 去 把它并进来 那 换句话说 你的total1 就变 em lambda 然后 2已经跟那边的2又消掉一个 hi a sine theta ok 上面那一项 lambda 分子 pi a sine theta 这一项算出来的话 就变成是 omega t 加上lambda pi h 加a sine theta 然后cos lambda pi h sine theta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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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 这个Total的电厂 它的政府的部分 就是它的Amplity OK 那这个电厂 随着时间在改变 它的相位叫 是Alpha叫Beta的部分 所以你已经知道是 这样的一个电厂的情况之下 那你的Intensity Intensity是跟电厂乘比例 那它是电厂的平方乘比例 换句话说 这个随着时间在改变的相 它是会随着时间叠加起来 那它是一个Constant 但是它的Amplitude 却是 一个随着Ct 在变化 OK 一个是随着Ct 然后一个呢 是随着 它的Sleep 跟H Sleep的宽度 跟H 在改变 Alpha Beta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Em Em Em 消掉了 所以 它的最大 随着Ct角 随着A 随着H呢 它是呈现 Cosin平方Beta 然后Alpha分子 Sin的Alpha 平方 在改变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项其实是我们之前已经算出来的 这一项 之前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这项是不是干涉的时候 就有了 就是两个狭缝 你直接去把两个狭缝 把它干涉相的部分 就是我们上一堂课算出来的结果 OK 那现在呢 多出来的是一项 这一项呢 就是考量了 狭缝本身 它有的 绕色相 好 那 我们接着我们来探讨一下的部分 就是说 假设 你的狭缝A 原小于Lambda 那换句话说 狭缝A 原小于Lambda的时候的话呢 这边几乎是什么 这个 A值原小于Lambda的时候 我们在上一堂课再给你们看到了 我们说 一个狭缝 如果我现在我的坡长 是横 坡长Lambda 它是原大于狭缝A的部分的话 那你这个坡就通行无阻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不会感觉 这里面有形成任何的绕色的现象 但是如果这个Lambda 越来越跟狭缝的宽度一致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狭缝给它的绕色现象出来了 所以 你要考量 绕色现象的部分 A跟Lambda的值 至少 要差不多相同 或者 你的Lambda 要大于A的情况 OK 所以 在这种情况之下 换句话说 比如说我的狭缝A 严小的Lambda的时候 你根本 狭缝A严小的Lambda的时候 你根本看到的就是只有绕色的情况 那 换句话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情况呢 A 跟Lambda差不多了 或者 A 眼大的Lambda 的部分 那 你会发现说 这两个像啊 它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它会明显 嗯 我们实际上把土画出来 你就可以知道了 我说 我说我们来探讨一下 如果这个干色相的部分 贝塔 贝塔 贝塔的值 它要等于最小值的时候 贝塔的值 它是在 贝塔贝塔呢 是等于Nπ的时候呢 那就是cos是正负一的情况 那这时候 它的这个 嗯 干色的部分 它永远是 在Maxima的情况 那 换句话说 这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呢 这是Pi H sin 贝塔 除以Lambda 是等于Nπ的情况 那也就是等于 OK 也就是等于 H sin H sin Pi Pi 消掉 是等于N Lambda 这是你的Maxima的所在哦 好 好 再来 我们再来看 贝塔 贝塔 阿法 它要在什么时候 它是最大值呢 那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 阿法 3 阿法 它在极值的时候啊 你去把它取 这个 啊 Limit的部分的话 那它的 取它的 这个 即时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说 它阿法 只是在 Nπ的时候 它是 minima的值 那 阿法 等于 Nπ的时候 就是等于 π A sin θ 除以Lambda 是等于 Nπ 那换句话讲 ππ消掉 就是 A sin θ 是等于 N个Lambda 的时候 这个呢 是它的 minima 这个 这个minima 是什么 这个minima 是 绕色的minima 好 那我们 我们已经得到 这样子的一个 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看 你把 这两个条件同时画出来 我说 I除以I0 就是 这个情况 那我把 啊 啊 举个例子好了 我把 A除以H 是 1比3 好了 那 1比3的部分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说 以 它的条件 跟它的条件呢 每一个 你把 这是 不π 这是正π 然后 然后 对 另外一个来讲的话 这个是3π 这是 -3π 所以你会发现说 在 H sinθ 我看 每个π 的位置 二π的位置 都是它的maximum 它本来呢 是 都一样大的哦 我先把它画出来 再来Modify 这边也一样 这边也一样 就是 -π 2π 那 那也没有问题 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 绕色的部分 干色的部分 不是绕色 好 这是第一个 你看到的情况 你看到的情况 那第二个部分呢 你看到了 α分之 sin α这个turn 要在 α是等于 Nπ的时候 是mini 这一点 你现在 α是等于Nπ的时候 是mini 这一点是 它的mini 这也是 它的mini 那 在 α等于0的时候 这是α等于 n等于 123的时候 α等于0的时候呢 这时候 limit α趋近于0的时候 α分之 sinα 它却不是mini 这是趋近于1的哦 OK 所以 当它等于0的时候呢 它是max 所以它应该是这样子的 这是2π的位置 到这一点就是2π的位置 它又是等于0 那这边一样 到2π的位置 它又等于0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是 这两个要相乘 一乘啊 一乘以后呢 你会 就会看到 就是说 这一点原来是maxima的位置 现在要变成什么 因为0 乘上maxima 这一点还是要变成0 但是 这个一层 这个是最大值的位置 那没问题 这个一层 越来 这个最大值 只会被这个embrow embrow 把它modify 所以我们会得到 final的refresh pattern呢 就变成 以它为embrow 以它为embrow 那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的干涉条纹 ok 你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是 你发现的是什么 原来你看到的是 这个干涉 黄色的部分 因为你的霞凤的宽度的关系 这个霞凤 a的霞凤宽度 所产生的烙色 把这个干涉条纹的强度 变 变的它的强度呢 随着它的空间的位置 这个吸它角 在改变 换句话说 你现在你看到的是什么 中间最大值的部分 你会看到一个非常亮的量宽度 这个最大值的最大亮度的位置 其实就是 烙色所产生的阻极大 好 那 干涉 这个 干涉的部分呢 里面的条纹宽度 这个条纹数呢 是跟这个次极大的条纹数啊 刚好是 这边如果两条的话 这边就是五条 就是 两倍的 这是条纹数 MD 好 加上1 的部分 所以 你看到的不只是 干涉现象 还是烙色现象 一起呈现出来 这个就是 α分之3α 所得到的 一个 emble 那这些呢 是干涉现象 cosine β 所呈现出来的 的结果 好 那我们 到这个地方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我们就看一下 一个动画 那你就可以真正看到 不同的条纹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 不一样的一个 这个 绕色图形 我们现在 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 基本上面的 这个 slip 它分开的 这个 距离 好 那跟我们的slip 宽度 那slip的宽度呢 在这里的话 如果是1 比 好 1比5好了 OK 那 这是slip 这slip的宽度 那这是slip的距离 那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其实 第一个明显的地方 是这个 跟这个点 跟这个点 这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刚好 因为刚好 虽然这里是maxima 但是碰到了 绕色的minima 一层 它是minima的点 OK 所以 这两 这些点 都是mission的 那miss的 那个 它已经miss的 这个pattern的部分 好 那真正 你看 这个 screen上面看到的 大部分是 阻急大的 这个部分 它阻急大的 这个 的 绕色区域里面的 干色条纹 这里还是可以看到 很弱 这边很弱 那为什么会那么弱 原因很简单 就是 实际上你是被这一项的控制 那 这个 alpha的值 随着 alpha值的话 随着你的ceta角 OK 那 你的alpha值 ceta角越大的时候 sin alpha分支 alpha 一除除掉了以后 这边的 绕色的intensity 就整个降下来 好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 整个的 这个 slit的宽图跟 我们的绕色图形的部分 那中间有多少条呢 中间有的条文数 你现在是一比五啊 那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就九条 九条的部分 所以 我们看到的部分 基本上面 这刚好是 是 在 在这个什么 这里面的条文数目 是 等于 在 他 我们说一比三的时候 这是刚好三拍 N拍 换句话说 就是 N 比 N 的条文数 其实 你会 mission 掉 这里是 一二三四五 这是 减 不是加 2 N D 减 一条的条文 在 中间 组极大的位置 的部分 所以你如果看到六条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一定是基数条 所以 十一条的部分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 N 比N的部分的话 如果 2M 2MD 减一 是十一的话 那就是 MD的部分 它基本上的话 十二 降过来十二 那十二的话 就是 六的部分 那它 就是六 这是 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 当然 你里面的 变化越大的话 比如说 我们到一比 那 这个 slit的这个 宽度 越宽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整个绕色就越明显 好 那slit 越小的部分的话 那 它的整个绕色 就 不会那么明显 因为我们看到的 就是中间 阻极大的位置 好 这是一个 双小红的绕色的一个 最 这个 明显的 当然你的 露色光 也是你的 一个 因素 但是露色光 它其实对 这个整个条纹的数目 并不会改变 你看到它不会改变 它只是改变了什么 改变了这个 绕色的位置而已 但是中间阻极大的位置 其实是没有变的 有没有看到 好 这是我们看到 双小红的一个绕色的一个现象 好 那 那 从这个问题里面的话 这是两个小红啊 那 接着我就要问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那三个小红会怎么样 再来 四个小红会怎么样 或N个小红会怎么样 就是N个小红 N个小红我们不叫它N个小红了 我们就叫做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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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做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 你N值 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是这样子 你看 N等于2 N等于3 N等于4 非常多的slit的情况 那它基本上面 这是它的中间的最大的 阻急大的那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阻急大的位置的部分 那你会发现 如果我的slit 慢慢的 压的时候 我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你中间阻急大以外 那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小的pick跑出来 又跑出来 很sharp的 那我们平常 我们这个鬼艇 就是我们的光炸的时候 其实 看到的就是很sharp的 这个 干涉 干涉 干涉图形 所以你看到的是这样子 一个现象 那N等于3 你会画出来 是有这个情况 OK 就是一个 我们在讲干涉 跟烙涉的时候 那你会看到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看到N等于3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把它写 写出来呢 我们会发现 方法都是跟我们刚刚的做法一模一样 只不过 如果 你现在这个积分 你现在这个积分 刚刚我画 放在 你要 再加上去 N个你就加N个的积分 OK 那 如果有N个的时候 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E 等于1N alpha sin alpha 然后 N sin beta sin n beta 然后 sin 的 Omega t 再加上 alpha 再加上 N-1的beta OK 所以 我们说 i 除以 i0 的时候 em 已经拿掉了 那变成 它的笔子 就sin alpha 除以alpha 的平方 然后 N sin 的 beta N beta 平方 就是 我们看到 N个slip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 你把它画出来 就是我们在 荧幕上面看到的 这个整个投影 那 为什么会有这个小小的picker出来 就是这一项 这N beta 是等于0的时候 那它跑出来的一个 tn 跑出来